大家好,我們...哇,真準,七點準時開始 我發現我們整個...真的很準,七點準時開始,挺好 那個...對,遊戲團房產報報第96集 那我們第96集呢,我們也是持續跟大家不斷的輸出我們最新的內容 那今天,哇,真的是好多東西可以講 來,我們講一下什麼好多東西可以講 來,我們今天講一下 對,最近大選,我們講大選完的一些需要跟大家報告的事情 大選完之後,當然,國家黨上台之後也是大家預期中的事情 但是呢,預期中歸預期嘛 那什麼好事情會發生,是我覺得大家都在等待著事情 那這邊呢,我們好消息的事情我們晚一點說 我們先講一下,目前呢,在...有些發生什麼事情喔 先講一下,大家比較不想聽的消息 但是,要聽一下,因為呢,這個會... 有關我們在未來這個...六個...三到六個月 不管是買房子,或者是賣房子很重要的一個影響因素 對,大家最不想聽的就是...我們的銀行...漲利息了 再加上一次,銀行漲利息的齁 有ANZ啊,ASB啊,全部都漲的利息 那這基點呢,不是漲很多齁 不是像50個基點這樣漲 基本上就是漲可能...一年的漲了25個基點啊 有的漲了26個基點啊 有的漲了30個...30個幾個基點 那可能就是0.0幾這樣子 那這多不多?其實很多耶,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呢,目前本身紐西蘭已經到達5.5 雖然紐西蘭的央行在10月的時候沒有宣布升息 但是因為美國升息了 對,美國關紐西蘭什麼事呢? 是,美國做的事情都關紐西蘭很多事 因為,對我們國小羊多船多齁 但是人太少 所以呢,美國升息了齁 美國認真的升息從5.25漲到5.5 那很多人就問說,哎呀 都11,10月30幾號,10月多了 還升的屁息呢?為什麼?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 如果你有看經濟 看全世界的一個整個經濟狀態的話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美國的部分呢 美國現在整個 這個景氣呢 其實還是在看好的狀態齁 那導致整個他們的通貨膨脹沒有下降 所以呢,簡而言之就是他們必須要透過 加息的部分 去控制他們這個通貨膨脹的數據 那又本身加上他美國的經濟指數 現在看起來還不錯喔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呢 嗯,他們就加息有理齁 加息有理 所以從5.25漲到5.5 那相對的 我們紐西蘭會不會有可能再加息 雖然10月不加息 不說11月可能不加息 這個很難說喔 因為我們怕紐西蘭的錢跑走 所以呢,可能再加息的動作是有的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呢 為什麼許多貸款顧問下巴都經掉 那為什麼? 因為已經很高了 然後又變得更高 所以呢,嗯,下巴掉了兩下 驚嚇 那,銀行目前對於整個趨勢的反饋 就是我們的通貨膨脹呢 通貨膨脹的問題 還會持續的在央行的目標之上 央行我們講的是紐西蘭的央行 那這個代表什麼動作呢 如果我們紐西蘭呢 這裡的CPI從不斷的下降的話 那我們可能還好一點 但是如果沒有持續的下降呢 我跟各位講一個比較不太好的消息 我們漲息的可能性呢 會是有的 那這個就 可能大家比較想看見 比較不想要看見 但沒有問題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有些利多的消息 那我們等一下會講一下利多的消息 那我們今天就是說 重大事件就是很多銀行 目前都把利息上調的到一個 我們不太想要接受的時間點的境界 那更討厭的是現在借錢的Testing Rate 就是所謂我們的借錢測試利率呢 既然高達9.1% 就是你借100塊你要喊9.1塊 這是相對的恐怖的一個數字 但這是 但是還是說啦 你還是可以借到錢 只要你的整個的財務狀態是沒有問題 還是可以一樣借到錢的 好我們來再講一個其他的部分 那最新的房市消息呢 我跟大家講一下 最新的房市消息其實 是漲價的 其實是漲價的 各位你不要懷其實是漲價 因為目前呢 普遍來說新房的價格 普遍的有微微的上漲 或者是這樣說不容易殺價 再講一次喔 微微上漲或者不容易殺價 或者是我不賣你了 各位聽明白 或者是我不賣你了 那所有的問題呢 所有的問題就是因為 我剛講過 我之前在上一集有講過 這個是30年來的歷史紀錄 只要是國家黨上台 從來沒有一次不漲 房市從來沒有一次是不漲的 那我們來講一個重要的數據 重要的數據 平均 平均這30年來 國家黨上檔的紀錄呢 6個月裡面呢 平均會漲到8個點 各位在講是8% 有聽明白嗎 房價平均會漲8個點 那我們保守估計退一萬步講 我們說的 大家看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也對大家說保守一點 五個點吧 五到八個點是必須的 五個到八個點 從來這30年裡面呢 從來沒有錯過 也就是跟各位講一個點 就是說 目前只要你能持續的 持著 hold著 不賣的情況之下呢 相對的在 未來第二個季度呢 你應該會很明顯的感受到 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跟大家報告一下 買房的信心指數 不斷的在上升 一定會感受到 第二件事情 買房的價格 買房的價格 價格 房子的價格 也就不斷的在上漲 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看你的角色是哪一個 如果你是賣房子的人 那當然是好事 如果你是買房子的人 那我覺得這是個大事 很鳥的消息 所以 完全看你處於哪一個角色 哪一個狀態 所以 如果買房子的朋友 要認真考慮一下 認真考慮一下 來趕快研究一下 賣房子的朋友 也好好考慮一下 最新消息嗎 在這裡我們的角色 就是扮演一個 希望給大家 最公開透明的消息 不管你是要賣 還是要賣 我們都會給你最好的消息 最透明的消息 不要說最好 最好的看誰呢 看角度嘛 對不對 好 銀行的反饋 既然是如此的話 那對整個市場的影響 我們就會說 如果我們的通貨膨脹 沒有達到一到三個點 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央行的動作 可能還會採取 升息的部分 那最快可以遇見的 就是在 嗯 沒錯 11月 最快可以遇見 那我們是最 不希望他看到的 最不希望看到的 好 那很多人就說 很多人就說 那利息這麼高 沒有人可以買房子的嗎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講 來跟各位講一個好消息 就是你是賣房子的話 你是業主的話 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因為現在人口移民 逐漸的步入正常 進來的人口 以及移民 逐漸步入正常 所以很多人進來嘛 假假假假 供需的問題就產生了嘛 我們所有的價格取決於 供需的問題 而不取決於 價格 對不對 供需的問題 因為人多了嘛 人多進來 房價自然就會被穩定 自然就會被穩定 所以呢 你不用擔心 房子還會暴跌 不用擔心 但至於會不會暴漲 我也跟大家講 這可能性蠻低的 為什麼呢 暴漲的可能性在這種 高利息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是非常難有暴漲的可能性 這個是目前我們可以在 在在在整個目前的狀況可以看到的 所以是不用太擔心 暴漲是可能性也不高了 但是是不是有人說賺到錢 那肯定有人賺到錢啊 不管在漲或在跌 都有人賺到錢 所以你不要被那種 以偏概全的文章騙掉 因為這個東西有時候 對講的就是太以偏概全 我個人不是很推薦這種 太以偏概全的一個狀態 OK好 那我們相對的通貨膨脹 到時候什麼時候 為什麼會聊到 Lincent你就是個賣房的嗎 賣的賣的怎麼都在講 通貨膨脹的事情呢 我們這很重要啊 因為這個跟我們房價 會有息息相關 為什麼息息相關 因為我們的通貨膨脹 是紐西蘭央行 需要打擊的目標 他必須要把它控制在1到3 而央行唯一能控制這個最大最大 除了多印錢以外 可能就是對不對 就是把利息調在那裡 卡著死死的 導致我們失業率啊 上升啊 有一點蕭條的部分 我們的產品 我們的通貨膨脹 才會達到下調的目的 這是整個的經濟的一個反應 一個狀態 這是必須要了解的 OK好 所以呢 我們在目前看起來 整個規劃應該是從 目前最新的CPI指數呢 是5.6 可能到年底公佈的這個 可能會降到5以下 到明年第一個季度 他們的target 就是應該會降到4 所以明年第一個季度 大家看一下 明年4的話呢 各位 離我們央行的目標 就很接近 如果央行的目標要近 那代表什麼消息呢 就代表 我們可能 對 降息有望 這樣說法呢 要負責任的 那這個我說的 因為我們會根據通貨膨脹的一個數據 來去判斷 明年降息的可能性有多高 但是我覺得在第一個季度的可能性 打下來的可能性偏低 那我本人 也是壓在第二個季度 我真的要求神拜佛 希望他第二個季度 可以跟我們預測的方向差不會太遠 至少不要 在那個7那麼高 可以降到個6 一年降到6點 多左右 6左右 但我覺得可能性是非常非常有可能性的 因為明天我們辦的一個活動裡面 明天我們辦的一個活動裡面呢 就會告訴大家 大家都在看7.3 7.49 甚至高達7.59 我們明天的活動 告訴大家 哪裡可以拿到6.99 如果你來在紐西蘭 在奧克蘭 我們明天的活動時間是6點到7點半 然後來的 跟我講一聲 我們確定你有位置坐 對不對 或者確定你有東西吃嘛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明天 在這個免費的活動上面呢 我們會有一些吃的 然後有一些紅酒喝喝 對 那紅酒還不錯喝 因為我也喝了 我也幫你們試過 還不錯喝 如果明天有興趣的朋友呢 來 6點到7點半 來這裡 我們跟大家講一些更多 更內幕的消息 讓大家分享 這個就是 來現場才有得看的 來現場 一定有抽獎 我們有抽獎 這個送的禮物也不錯 來就有抽獎 不是來就送 來就有抽獎 OK 好 然後呢 我再講一下 跟大家講一下 目前呢 我們聊最多的話題呢 都是在30歲 30歲以上的一個朋友 30到60歲有房貸的朋友 最近呢都在聊這個貸款的問題 那如果你是打工的朋友呢 到明年呢 或甚至在這幾個月需要renew的 都是從四點多 三點多 一直跳到六 七點多啊 或甚至六點九九 各位 如果你還找不到六點九九的貸款利率 你明天一定要來聽這個消息 我們看看我們這個 破一個billion的這個貸款仲介的朋友 可不可以幫到你 我們這個鬼佬 不是厲害 而簡直就是優秀 借錢借了超過100個mu出去 超過100個mu出去 然後明年會跟大家講很多絕招 明天會講很多絕招 就是六點到七點半中間 那六點到六點十五中間 就是大家吃 吃東西的時間 吃吃東西 收酒收酒 對不對 喝一點小紅酒 我們明天可以來 OK 好 那我們這講的 所以很多工作的朋友 我們帶一下給大家說 很多打工的朋友們 因為沒有明顯的加薪了 那怎麼辦 對不對 錢又這麼多 對不對 然後銀行利息又加 一加還不是加50 一加加300 200 一個禮拜你薪水多不了300 500 那各位跟不跟人講一下 為什麼很多人去做Uber Eat 也是有原因的 很多人做Panda Deliver 做熊貓 熊貓吃 對不對 熊貓 熊貓吃 熊貓Deliver 或者是一些什麼其他的Deliver 那是有原因的 因為可以賺一點錢 那對不對 又可以騎個小摩托車 沒有辦法 沒有人願意嘛 對不對 這是也是有解決方案的 或者是再講一下 把你的房間租一千出去 跟各位講一下 我最近看到比較有意思的 就一房一聽 就一房一聽 業主自己住客廳 把房間租出去 各位有聽明白嗎 在南的環境都有解決的方案 在南的環境都有解決的方案 千萬不要小看這個 搞不好人家 搞不好人家 這樣住的住的住的 房子住的人都他的 你就是一直付 一直付一直付 一直付房租 人家把房間租出去 自己去睡客廳的沙發床 對不對 一個禮拜又多個兩百多塊出來 對不對 生活拮据 就稍微舒服一點 兩百多塊可以吃很多 單身狗的話 可以吃很多 各位有明白嗎 都有解決方案 然後我們看了這麼多 我們也跟這麼多人講 方案一定是有的 只要你接不接受 所以不要覺得要死的 不要懷疑 不會死的 一定有方案的 不了解來問一下 OK 好 那我們還有講幾個銀行 目前都在幹什麼事情 銀行現在的一年的貸款利率 已經從7.39 甚至是漲到7.59 再講一次7.39 甚至是7.59 浮動的利率 早就已經超過八個點 但是相對的好處是什麼 我跟各位講一下 很多銀行目前一年的利率 已經定存利率 一年的定存利率 已經高達6.1 各位 我跟你講一下 6.1%呢 絕對是史上目前存款 一個非常非常值得去存錢的紀錄 我跟各位講一下 聽到這裡順順便講 只要你能在利率低的地方 套錢出來 把錢存進去 固定一年 你就是爽爽的賺差價 或者是 在其他地方套錢出來 利息低過它 譬如說你有三個點的差價 一百萬一年就是白幹賺三萬 因為你用便宜的錢 會到這裡來存著 接著 把利息的錢 存回去 那你還有賺錢 那最好跟你爸爸媽媽 再對差一下 說爸媽 你把錢存這裡 利息兒子父 利息女兒父 再分你一半的錢 他們分一半 你也分一半 爽滋滋的 這也是可行的方案 如果你可以拿到錢過來的話 真的一年是6.1% 這個是大銀行 你要找小一點的二線銀行 可能甚至可以高達6.3 6.5 一年 你這樣想一百萬一年 可能我們算大銀行先 6.1萬 一百萬就6.1萬 如果你是兩百萬 那就是12.2萬 那如果 不要說 如果現在紐西蘭的 單價又比較低的時候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幣值又比較低 我們現在紐西蘭的幣值其實一般般 以前對於一些外匯的 的換法的話 我們其實紐西蘭的幣值現在是處於 我看一下 我跟大家講一下這個事情 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看 我跟大家講一下這個事情 為什麼我跟大家講這個事情 因為呢 這個東西呢 會給大家一些概念就是 我看一下 五年 五年期 我看一下這五年期 我想跟大家報告一下 以前 我講對台幣而言 對台幣而言呢 最低股的時候 曾經低到大概 17塊多 現在我們排回在19塊 甚至在18塊5到19塊中間 各位講一下 以前我們都一直維持在22 23 24 那至於會不會再更低呢 我覺得在2020年的時候呢 最低點到18 所以說各位講一下 其實紐西蘭目前的匯率 屬於一般的 不算很強勢 不算很強勢 但是很多你存錢過來的時候 對不對 把錢放在這裡等到 你可以賺兩種錢 第一個對不對 賺什麼錢 第一個就賺利息錢 第二個 如果頂得住的話 把錢存過來之後 你等到利息 不是利息 等到換匯的利息好 價格好的時候 再換回去 我們就很多朋友 一年就做一次這個活動 錢就夠了 他的金額比較大一點 大概兩三百萬 在做這個事情 都沒有幹什麼事情 就把錢存著 然後利息好的時候 放回去 放回其他國家去 然後等我們這邊利息降低的時候 等我們的幣值 exchange rate降低的時候 他又把錢換回來 就兩年做一次 或一年做一次 如果變動快的話 阿紐西蘭因為呢 國家小 人和少 所以我們的幣值 很容易受外面的影響 這個就是比較有意思的地方 很容易受外面的影響 的情況之下呢 對你也明白的嘛 對不對 就是比較有操作的空間 那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身邊的朋友做法 好 然後呢 那為什麼我常常說一件事情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今天的重點 就是說 如果為什麼現在一年的利息特別高 因為我們絕大部分的朋友們 觀眾朋友們都賭一件事情 利息明年會降低 你不要懷疑 利息大家都賭 明年一定會降低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 你也不要覺得 我們講真話給大家聽 明年利息會不會降低 請注意我們紐西蘭的CPI指數 從5.6降到多少 如果在12月直接降到4 我跟妳講明年降息是穩穩的 如果我們只降到5.1 對不對 然後第一個季度才降到4.7 或是降到4.5 那我們的降息的可能性 不會那麼快喔 為什麼 因為沒有達到我們央行的責任值 責任的是什麼 1到3個點 對不對 1到3個點 那我們現在 還要各位講一下 為什麼我在這裡沒有很奮的 跟大家講說說 我們保證肯定降息 因為我們目前兩個很大的潜在因素 就是不定的因素 大家一定要注意這個事情喔 什麼事情 我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件事情就是 俄乌戰爭 大家打啊 大家都打不完 對不對 到現在很難搞 第二件事情 現在那個 以色列跟那個巴基斯坦那邊 站不站 坦克都開進去了 要掃平嗎 那現在外面什麼 盛站啊 西站啊 什麼站啊 都在搞嘛 所以這兩個不定的因素呢 第一個不定因素 已經搞很久了 不說它了 第二個不定因素 搞不好 處理不好 也搞的可能世界的整個石油的價格 又會在攀升 所以這個問題呢 我們要仔細的認真的觀察 我們也會帶給大家 持續的一個 資訊的一個報告 所以大家在這看我們的節目的時候 也聽一下我們這些資訊 因為這些對於我們 不管是投資 或者是利率的一個決定 都深深的相關 那是為什麼 今年大家都讀 絕大部分的人都讀 將近八成的人都讀 利息絕對降 OK 好 如果你是一個穩定中派的穩定派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你可以去做這個事情 如果你覺得你三年的錢 都會不用 對不對 其實三年現在大銀行的定存 就是5.5 好一點可能到5.6 5.7都有三年的 但是一般的回報率呢 很多人都覺得這是很高的 因為在很多亞洲國家 可能就一點多個點 二點多個點 現在的二點多個點 甚至更低 兩二以下 很多國家存款二以下 你定三年的5.5其實是一個 如果你的錢是閒著沒什麼用的 但是很多人說 那我一百萬拿來做投資 可能是會漲更多 那可定的啊 如果你買到是對的物件的話 對不對 就跟你說了 六個月平常在大選過後 只要是國家黨戰爭 三十年的定律 六個月左右喔 就是漲五 他就說八個點了 那我們保守一點 五到八個點 這是保證的 所以我說 這個是很多考量的點 你們可以去考量的 因為買房子 是一個很重大的決定 那我們買房子之前 在紐西亞買房子 就應該看一下我們這一個頻道 因為我們講的都是 重點中的重點 精華中的精華 沒有什麼隱藏版的 因為現在人口 不是 因為現在 紐西蘭過期 國家畢竟小嘛 沒有辦法做到什麼 來現後辦一個活動 收大家解 沒有我們純粹做的 就是一個純公益的部分 教大家在紐西蘭喔 看房 看行情 看房市 然後看走向 這是真的是公益的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問問看 那這個真實的 所有的數據 我講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有數據 可以提供給你的 好 我們來固定一下 最後一個尾端 我們做一下 一些一個 一個pick up的部分 就是一個 整體結束的部分 來跟大家講一些 目前今天的數據喔 QE Bank 也是紐西蘭一個 國家銀行喔 8.25 一年的固定利率 這是普通版 普通版 BNZ的一年固定利率 7.85 這個跟 大家比較像 Westpac 7.85 這也是比較像 ANZ 非常的不給力 漲到7.99 ASB 還可以 7.45 但是這都不是最好的 我們明天的這個活動呢 我們請來這個 借錢 就是broker 就借了一百多 一百多個百萬 就是一兩億的這種 這種級別的這個broker來現場 跟大家講解 怎麼給你6.99 這個講的都已經是爆點中的爆點 6.99 如果你覺得 6.99 還是太高 那對不起 請去找7.45 或者是7.99 我講的是一年喔 因為我們都賭 我也賭這個喔 我也賭明年一年 我覺得賭明年會降息 因為我本身也是 也是蠻相信自己的一個判斷 只是我覺得時間點的問題而已 OK 兩年的固定利率呢 其實ASB還是蠻低的 7.05 但是我覺得兩年之後的利息 我們紐西蘭這個CPI的指數 肯定會降到我們理想中1到3個點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賭兩年喔 賭的有點大喔 賠的有點多 我個人覺得齁 但是 自己许一看就好了齁 我們也不太個人決定齁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回顧一下所有今天 我們想跟大家update的消息 我們今天沒有跟大家講 任何的房子啊 任何什麼東西 我們只是推薦一下明天的活動 明天的活動 明天的活動我們會有一個超級無敵厲害的 借錢的博客 就是散財童子 然後把錢借來給大家買房子的這種博客 很優秀 那明天他會跟我們講更多的秘密 更多的細節 這些細節都是你在網站上面聽不到 為什麼 因為不適合講 那我試一下 如果你是我的觀眾朋友 我看一下 他同不同意讓我直播齁 我不是很確定啦 但是我覺得可能性有點低 因為我說的嘛 很多可以講的 就像我敢講的這些東西 都是有數據 經過閱讀 整理出來的東西 但是呢 明天借錢的部分 他會跟大家講一些秘密的部分 這些秘密的部分 就歡迎到現場來聽 明天六點到七點半 那他們會有很多現場的問題 你可以詢問 怎麼樣借多錢 怎麼樣去借錢 或者怎麼樣 我的現在的貸款狀態 值不值得去投資 那我明天也會上場講一些 就是說 我們在整個投資的佈局的部分 怎麼樣去做一個分析 怎麼樣去做一個 財富的一個調動 怎麼樣讓你在未來紐西蘭 十年到十五年中間 儘量去產生一個什麼 passive income 讓你躺在家裡 不能說不要幹 躺在家裡 也有機會 慢慢累積自己的財富 所以不要嫌四大 也不要嫌四小 在投資 紐西蘭房產的路上呢 我跟各位講一句話 紐西蘭平均二十五年的一面 對我知道 Ivan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的房子呢 漲了老多錢 對我們觀眾朋友剛才在線上 我要跟大家講一聲 這個真的是漲了老多錢 我們現在外面跟你差不多的三房的喔 對現在要賣 人家賠錢賣賣95萬 賠錢賣賣95萬 所以 對你看一下你自己多少錢 我們不要講出來了 人家一個車位 三個房間 然後離我們只有兩分鐘 現在我們在幫客人賣 那 對 人家賠錢賣都要賣95萬 我們兄弟看節目的真的 不要說 賺了10萬了有沒有 這還是最差的價格都賺10萬 人家說價格最低 我們還幫兄弟賺10萬 真的 講真的我覺得挺開心的 謝謝兄弟的信任 我們不是賣傳銷 也不是賣直銷 我們也不是在賣貨 我們只是告訴大家 所有的訊息 我們提供的真的是很清楚 很明白 我們絕對沒有任何一點是不清楚 不明白 跟大家問一下 問一下 如果我們的觀眾朋友呢 身上 不是身上 如果你身上有千萬豪宅的朋友 跟我們講一下 因為我們這一兩天 有一萬身家的朋友飛過來 飛過來看房子 就是一個目標 就是目標要有海 第一個 第二個 地點要夠大 就是地要過大 一千 八百一千都可以 但一定要有海景 目標是在Ramirera 或者是Panel 就是一千萬以上的都可以考慮 就是人家說的一千萬以上 這個是億萬豪宅 然後這兩天來 我們紐西來 看看房子 看看房子 如果你是有 那種一兩千萬的房子的朋友 聯繫一下我 我們都是幫你qualify這個身家 才帶人家去看的 如果你要賣房子 房子比較貴的朋友 你也不想上市 你跟我們聯繫一下 因為我們最近也有那種 五百萬到八百萬的 現金買家 然後蠻低調的 也是很低調很低調的客人 也在陸陸續續找房子 就是因為一直沒有看到喜歡的 很多我們目前 飛過來的客人 錢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就怕你沒有錢 不是講錯了 就怕你沒有房子 他們喜歡 花錢不是問題 那所以我們目前想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陸陸續續發到 發現到很多回流回來的 紐西蘭朋友們呢 都帶著相當可觀的財富 相當可觀的金錢 以及現金回來紐西蘭 讓我們相當的震驚 因為我很少遇到本地客 本地在地的開發商們 可以用這麼雄厚的資金 來購買紐西蘭的房子 各位不要懷疑 我們最近要接待這些客人都是 身上都是好多錢的 所以說如果你有非常可以的房子 加上你也不太想要上市去賣 請聯繫一下我 我們看看能不能就一樣 看喜歡就把它賣了 對不對 賣到你適合的價格 滿意的價格 還有我們在這裡講一下 我們有農莊 有農莊 那我們的農莊的部分呢 客人也是非常的 對就是家底比較厚 然後不上市 也是私賣 價格280左右 一萬兩千的地 三車庫 你可以讓他再精裝修一下 地點也非常的好 非常的漂亮 那為什麼不上市 對我們不能說有錢大氣 對不對 我們不能說有錢任性 但是人家有錢就是大氣 好不好 各位朋友們 所以如果你想要購買這些 沒有上市 你也不喜歡跟人家搶 你也不喜歡跟人家搶的朋友 請聯繫一下我 我們在這個最好的校區裡面 我們有40萬的公寓 也有300萬到500萬的房子 那為什麼這個300萬到500萬的房子 沒有賣掉呢 因為剛好我們這幾個買家配對呢 沒有配對上 如果你有這種貴的房子 想要跟我們買家配對一下 我們來試試看 因為在這裡我想跟大家講 在這個行業裡面 我們慢慢發現 有錢的組 都比較 直接 我覺得挺好的 我跟各位講一下 有錢的組都比較直接 我就是要賣這個錢 你可以接受 我就賣 你不可以接受 我就不賣 這個是相當 對 不應該不知道用什麼說詞來說這個 但是我們目前真的就是在Epson的部分 我們目前有兩到三間業主 隨時可以賣 對不對 但是價格要適合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看這個市場的行情 差不多 我們也跟大家做一個評估 因為我說我們賣房子不是只是服務我們的業主 我們相對的也是在服務我們的買家 那我們希望就好像婚姻的湊隊一樣 我們希望看清楚 看明白 講清楚 說清楚 沒有 看不懂 說不清楚的事情 這個是我們在紐西蘭做這個職業顧問 仲介顧問 對不對 consultant的一個很重要的基本原則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就是 在 諮詢的部分 我們都非常的歡迎 有朋至遠方來 我們可以碰面的 我們也很開心跟大家碰面 那如果 緣分嘛對不對 這次真的是緣分 大老遠的飛過來 然後約個此間碰面 我真的都很感激 都是心帶著很大的感激 跟大家 做一個碰面的一個活動 然後我們在這裡 我們 沒有什麼所謂的tricky的招數 就是那些什麼 講不清楚說明碼的騙數 完全沒有 我們就一招 從你開始見到我的本人 甚至是你看我這個現場的直播 我們就是這樣子 不會因為你有錢 對你特別的狗腿 沒這回事 因為我們也不缺這一點點吃飯的錢 我們也不會因為你要買便宜的物件 而對你不看上 各位也沒有這回事 我們15萬的物件也接 不要懷疑 我們15萬的物件都接的 我們也接 對不對 人家從日本飛來的 對不對 我們也接 你不要懷疑 我客人日本飛過來的 我們也接 15萬接 我們還請人家 對不對 吃吃飯 聊聊天看看風景 沒問題的 因為我常常說一件事情 不是因為價格的問題 而是因為大家看了我們的頻道 跟我們聯繫 也相信我們 我們就是試著在這裡做到最好的一個 能做的事情給大家 因為我們不希望辜負你的信任嘛 那既然這三年多的直播下來 還是真的挺有感觸的 因為我們累積了不少的客人 累積了不少的觀眾朋友 所以在這裡我們還是持續的在這裡 繼續發光發熱 在紐西蘭買房子 真的 這個頻道是值得看看的 因為我們會持續堅持下去 我就說了嘛 這是我們半退休的一個工作 那我們很有熱情 那當然就是說 也希望你們大家 對不對 留在看節目呢 給我們一點機會 那我的聯繫方式已經很好找了 那我就不再去多說了 那我們在節目的尾端 就跟大家講一下 這幾個事情對不對 重大事件對不對 就是銀行上調測試利率嘛 房市最新消息 已經剛剛跟大家講清楚 政策 最後一點 我們留點懸念給大家 因為我們目前也在觀察 最新的政策消息 最新的政策消息 會影響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 我們的黨還沒有結成 我們雖然是國家黨執政 但我們的政黨執政的細節部分 還沒有出來 所以我們不知道 最新的政策消息 會怎麼樣發生 這個是我們目前 非常值得觀察的部分 那我們也跟大家 即時的報告 如果有不清楚不明白 就問吧 好不好 謝謝大家的時間 對我們今天這個直播呢 我覺得挺好的 那 反正私訊 反正有東西想問的 我們就盡量答 盡量回答 如果我真的不小心 沒有回答到你 不用怕 那我們請到助理了 OK 最後的節目的尾聲講一下 我請到助理了 我請了很久都沒請到 因為找不到那個適合的 那我們最近也請到很適合的助理 然後可以跟我一起進來 我們幫大家一起做一些服務的部分 所以大家 我們會盡量的再做好 然後盡量的再去努力 然後反正我們就說 來者都是客 只要你願意問 我絕對願意講 好不好 謝謝大家 紐西蘭房產報告 第96集 就到現在結束了 如果你還在紐西蘭的人 還有時間呢 還可以去 就是萬聖節嘛 也祝大家萬聖節快樂了 好不好 謝謝大家的時間 謝謝 拜拜